今天是6月9号 法国学校已经开学有两个星期了 但是学校的开学和也不是完全开学 有很多教长大概有一半的孩子还没有送到学校来 所以呢 他有些孩子是优先的 比如像你家里边是医生 因为要上夜班嘛 医生 医生 消防员 警察 这些学校会优先考虑就优先接受你的孩子 但是来这个学校以后呢 这个你看这是幼儿园的大门口 他分的小班中班大班 以前是就家长直接把那个孩子送到里边去 那个角色门口去 现在呢全部统一在外面等着 他分时段呢 比如说现在像是8点40 那8点半可能是小班的 8点半到8点35 小班的老师在门口等着等10分钟 来了以后呢就把孩子都接进去 然后8点45又是中班的 像我们的是8点45到8点55 这段呢 这段呢是我们大班的 所以呢 现在他是这样 到学这样呢 就老师呢 必须要求是戴口罩的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那个孩子和区分都区分起 区分区分来 这样 总体来说 其他学校的话 我看到就是像什么初中啊 那些也大概都一样 他分不同的时段 我孩子送到学校去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像我们孩子 现在的话 我们是南边嘛 基本上也还可以 没有发现什么感染的病例啊 什么的 好了 我们的老师来了 这就把孩子给送过去了 这是法国的学校 他是这么受孩子的 好 下次再见 各位朋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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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